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PCM、ECM、TCM内部温度传感器B电路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适用于许多OBDR车辆,1996年以后。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马自达、本田、稻奇、福特、宝马、大众等制造的车辆。 尽管通用,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OBDR故障代码P06AB、P06AC、P06AD和P06AE与不同模块的内部温度传感器B电路相关。 该电路包含功率控制模块PCM、发动机控制模块ECM和、或变速箱控制模块TCM。 请参阅特定于车辆的维修指南,以确定在特定情况下哪个是B电路。 PCM、ECM、TCM内部温度传感器B电路的目的是监视控制模块内各种传感器的温度。 通过控制模块自检失败的过程来识别故障。 在某些汽车上,这三个模块被集成到一个合并的单元中,通常称为PCM。 当PCM、ECM或TCM在内部温度传感器B电路中检测到不正确的信号时,将设置代码P06AB,并且检查发动机灯或变速器警告灯将点亮。 TCM传输控制模块的势力,此DTC的严重性是多少。 该代码的严重性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启动和行驶的车辆上的照明检查引擎灯或变速箱警告灯到将要熄火或根本无法启动的汽车。 该代码可能很严重,具体取决于问题的具体性质。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P06AB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无法启动发动机可能失速换档不当变速箱警告灯亮起检查发动机灯亮起该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 此P06AB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连接器腐蚀或损坏控制模块接地线松动或损坏,接线错误或损坏PCM、ECM或TCM不良。 P06AB的某些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 对于任何故障,故障排除过程的第一步是按年份,型号和动力装置研究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在某些情况下,从正确的方向指示您,从长远来看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第二步是将所有控制模块放置在该电路中,并进行彻底的目视检查,以检查相关的步线是否有明显的缺陷,例如刮擦、擦伤、裸线或烧伤斑点。 此过程还必须包括接地带和接地线。 接下来是检查连接器的安全性,腐蚀和引脚是否损坏。 该过程必须包括基于特定车辆和控制模块配置的PCM、ECM和TCM。 汽车的特定技术数据将帮助您确定组件位置和控制模块配置。 高级步骤 高级步骤非常针对车辆,需要适当的高级设备才能准确执行。 这些步骤需要数字万用表和车辆的特定技术参考。 具体的技术数据将包括故障排除图表和适当的顺序,以帮助您进行准确的诊断。 电压检查必须参考特定的故障排除指南,以确定各种控制模块所需的电压范围。 这些参考将包括与PCM、ECM、TCM内部温度传感器、电路相关的引脚号和电压要求。 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控制模块需要大约9V的参考电压。 电压要求将根据车辆的特定年份和型号而有所不同。 如果此过程确定没有电源或接地,则可能需要进行连续性测试以检查部线、连接器和其他组件的完整性。 连续性测试应始终在断开电路电源的情况下进行,并且接线和连接的正常读数应为0欧亩的电阻。 电阻或不连续性表示接线错误,表明接线断开或短路,必须修理或更换。 从各个控制模块到机架的连续性测试将确定接地带和接地线的可维修性水平。 电阻的存在表明连接松动或可能腐蚀。 此代码有哪些常见的修复方法? 清除连接器上的腐蚀修理或更换有故障的导线修理或更换有故障的接地带闪烁或更换PCM、ECM或TCM物诊可能导致错误的更换PCM、ECM或TCM。 这是由于错误的接线松动导致此代码。 同样,在配备有两个或更多控制模块的车辆上,错误的模块可能会被错误的更换。 希望本文中的信息对您提供正确的指导,以纠正PCM、ECM、TCM内部温度传感器、电路故障代码所带来的问题。 本文仅供参考,您的车辆的具体技术数据和服务公告应始终优先。 请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